中华电信 智慧农业 全球环境变迁 传统农业面临无法解决的问题 台湾农业去创严 去快链 互联网及人工智慧 将传统农业导向精准 绿色 永续智慧农业 以解决农业困境 中华电信 为台湾资通讯产业领导品牌 致力于推动智慧农业发展 核心合作伙伴包含 产 官 学 领域专家 台湾农作面临的挑战可分为四大类 气象播报范围广 测站少 无法精确取得在地资讯 智慧农业需要多种环境感测设备 提供准确的作物生长数据 并结合气象局资料 预测数日内的农地状态 提供农民做出更精准的判断 目前农业感测设备 所收集的数据规格不一 难以整合运用 打造智慧农业管理平台 整合并及时呈现农作环境的数据记录 系统也可立刻将智慧监测结果 及更做建议 以E-mail或简讯传送给农民 环境风险因素 造成农业质量难以控管 为达成高磁化农业 需精准预测作物栽培其成 落实智慧监测 并采用AI影像辨识 有效监控植物定存汉 提出预警方案及控制策略 务农人口不足 耕地面积破碎 大田经营困难 中华电信结合中芯大学农事所等产观学专家 及其领域知识 并结合AI及大数据的精准预测 有助于农民因应环境变化 制定耕作规划 作物种类 气候 生长环境 耕作行为等因素 都会增加预测的复杂度 中华电信透过收集大量的环境资料 采用先进的AI机器学习与生物学习 大幅提升预测准确率 透过AI及大数据技术 实现智慧农业 大幅节省巡田能力成分 并进一步提升产能 中华电信拥有通信的核心能力 结合中芯大学百年农业研发能量 让台湾成为首屈一指的智慧能力 全球运筹中心 从云端到土地 结合物联网及人工智慧等技术 中华电信 将持续协助传统农业 转型为精准的智慧农业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